現在時間是6月24號 禮拜三 晚上7點16歸 我們要去基隆搭船 前往麻祖 來介紹一下六位成員 這是卓爾 這是玉女 這是安妮 這是攝影胖子 這是攝影大姐 這次現在到目前為止 整個住宿加家通費就已經花了6830元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沒有辦法出國 唯一的位置就是搭飛機到離島 感覺好像OMG出國一樣 所以這支影片一定爆 沒錯 各位金子如果要前往麻祖旅遊的話 搭乘飛機只要50分鐘 不過我們是一群浪漫的阿姨 為了體會歐洲Wap火車 醒來 почти到目的地的罗曼蒂克 便決定花費8小時 好啊 iane 好厲害喔 我把頭髮黏在臉上 燦笑快點 這是頭登場 這個是單人床位 我想要帶你們獨家直擊台馬輪的雙人臥室 經濟宜藏 因為我們訂的是雙人床 所以我們一個床位就是兩個人睡 那它的位置其實不大 真的不大 我們買的船標是最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被安排在船頭 那這一位 他在海上面真的是行之有年 他非常清楚整個海巷會發生什麼事情 坐船真的是一定要吃暈船料 因為我坐的都是大遊輪 連大遊輪都可以晃到 我這個身材沾不住 現在是半夜兩點鐘 為什麼沒有睡覺呢 隔壁床的人大呼很大聲 你那臉非常有 這是天然保養品 懂屁啊 所以天然的SK2 OK 我們在早上六點多到達南竿以後 因為行程安排的關係 大媽旅行團還需要轉乘船班到達北桿 旅行的第一天就從北桿開始吧 整個頭髮非常非常油 狀態很佳 反正現在就是在等民宿的老闆來接我們 是不是這台啊 好像是0601耶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哪一些有沒有人知道就完了給你們用一下冠喜 謝謝 名字停一下 六個人名字寫一寫像這樣子停一些 老闆人很好雖然現在也沒有check in 可是讓我們可以先進房間冠喜 好好 在大媽們都分分冠喜完畢之後 我們便前往板裡村 食用姐妹們都最期待的一項食物 馬祖漢堡 激光餅外觀看起來像是帶有芝麻的貝果 如果夾上內餡的話 這就是赫赫有名的馬祖漢堡 實際上吃起來非常像英式馬芬 外酥內有彈性 它吃起來真的有點像麥當勞豬肉馬祖 只是它外面有芝麻 表皮是比較酥脆一點點 我原本以為它看起來是有點像什麼醬油炒飯之類的 口感真的是油飯 有醋的味道嗎 醋跟油蔥 它是比較厚的啦 比較脆 然後蔥抓餅有種油煎的感覺 它是有點乾烤的感覺 老闆也沒有跟我們算清楚一張單到底多少錢 直接叫我們把錢算好就給它就好了 吃完早餐以後我們緊接著要前往喬仔聚落 搭乘快艇登陸大丘島 在裡面甜甜資料 300塊來回就可以到大丘去 大丘是什麼樣的地方 是台灣奈良啦 是這邊老大 這船有一種偷渡感啊 大丘島上有100多隻梅花鹿 簡直是台灣奈良 從北竿前往只需要20分鐘時間 如果不是在港口買票的話呢 某些民宿老闆或許能夠幫忙訂船票 兩人以上即可出船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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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一條地圖上沒有的路 我們找到一條地圖上沒有的路 我們要塗到那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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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鬧 好可憐 我們要塗到那個那邊 你不能走了 不能走了 你對方 我們上 你在幹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為什麼就算這樣還是沒有半隻鹿啊 我們是來促進馬祖觀光的 我們不能這樣子 我們就算沒有看到鹿還是要很開心 果然心態保持正向是正確的 鹿馬上就看到啦 大家一開始 嘻嘻嘻嘻一聲 嘻嘻嘻嘻一聲 嘻嘻再嘻嘻 even 嘻嘻一聲 今天算是只回票including 因為很多旅客都說沒有看到半隻 但我們是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啦 民宿老闆叫的船好处就是 我们不会跟人一团团的挤在这边 我们现在下雨时间刚好就是 刚刚稍早那些游客全部退散的时候 烤蛋 大妈们本来还沾沾自习 自己和人潮错开来的妙计 结果 两船收到 因为主要的游客群都已经离开岛上了 老闆当然先收摊啦 快开在码头一艘船都没有 我想这真的要演变成一个生存游戏了吧 当天下午因为海水涨潮 风浪过大所致 所有灯往大丘岛的船班都停止了 顿时岛上只剩下大妈团一行人 最重要的是时间到了 船长还没有出现踪影 有一艘船来了 真的 要上来要上来 他想说好像刚来的时候 没有水越那么高 我们这边差一个成的 现在水比较大 浪比较大 越完的要浪越大 现在花了 最近下午就没有回船 刚才又轍到 好 快了 超 我天下午 我等下啊 就wang 嗨嗨 我们现在在唐祈村 我们现在吃阿破鱼面 鱼面是什么呢 鱼面啊 就是由鱼章 还有泰白粉一起制成的面条 So special 我覺得它口感很像是 半條融合鮮魚相思 然後一吃下去就很魚 很好吃耶 有點像是卡里卡里 魚的鮮味 對 它非常有味道 我們在那邊也是直接點了一些地瓜絞 地瓜圓 海燕窩 嗯 真的是像蜂蜜蜜蜜蜜蜜 阿我們現在是人已經快30歲了吧 基本上對旅遊這種東西也失去了熱忱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待會接著要做的就是睡午覺 沒錯 好 現在大家睡午覺睡起來 我們準備要去吃老酒披薩 因為老酒披薩就在我們隔壁 我們可以坐在那個戶外的座位區 喝杯咖啡 然後看看窗外的美景 看到沒有陰天 所以夕陽這個事情 我想應該如今只是神話了 秦碧的朋友們 準備好要參加我們老酒派對了嗎 馬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老酒 而在我們所居住的秦碧村 就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老酒披薩 我要整個戲接不起來 因為天已經黑了 我們等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終於等到這一張披薩 他們今天揉的麵團只有五個 然後客人太多了 我們本來要點三個披薩 現在折中變成只能點一個 燙髒 好吃好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 是番茄底 很久未但是它 比較沒有這麼的鋪髒 它不像那種連鎖披薩 外面是乾的 但是外面脆帶裡面軟軟的 餅皮發真好 環遊世界 今天歡迎travel the world 台灣小希臘 正信國內旅遊 吃完晚餐以後 大漫們懷抱了熱血的年輕人精神 前往北竿最高峰 賞夜景 不過這段國民章子忘記拍了啦 這集的尾聲 就跟著國民章子金童 一起去賞淚吧 聽起來 店裡面有一個很可愛的boy 他有一個 那個 很可愛的boy 左邊的 對啊 我人在唐厚道沙灘啦 想要找看看 這邊會不會有所謂的懶眼淚 有啦 你看 一點點啦 太少了啦 我什麼都沒看到耶 我們去這邊看 那邊比較多 蠻明顯 可是拍不出來 我覺得比剛剛多耶 哇好棒喔 好多喔 我好像小仙女喔 我是小仙女嗎 金字本晚安 下次半夜的1點20分 美好的天氣 就要結束在溫暖的被窩裡面了 我們下面就稍微歸納總結一下 今天一整天遇到的事情好了 首先從搭船開始 搭船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會暈車的話 因為其實在船上有看到蠻多人在吐的 一定要喝暈船藥 再來其實如果你睡的是經濟艙的話 是沒有辦法洗澡的 他沒有提供任何衛浴設備 最後就是你船票上面到達時間 上面雖然是寫7點 但其實7點是指最晚到達的時間 記得要稍微早一點起床 再來以前 最好是都先把摩托車這個交通工具先預約好 看文章的時候 他們都說你快要到港的時候 再打電話講就好了 可是其實車子是差一點沒有的 風浪的關係 船會停時 可能在行程上面會有一些變動 像今天去大丘的時候 老闆娘是 要馬上現在趕快騎摩托車 到那個地方去搭船 不然其實我們今天是去不了大丘的 如果有終於的餐廳的話 最好是可以打電話來 先做一些預約的動作 因為像今天吃披薩的時候就是 他的食材準備的可能就是給那些 有預約的客人的份量 我們有聽到應該算是老闆吧 跑進去跟內場說 這是我朋友幫他們留一團麵 所以我們才吃到披薩的 最後的最後 真的是年紀大了 怎麼會這麼唷叨 真的大媽耶 馬祖他的地形真的是高低起伏 落差非常非常大 一下上坡一下下坡的 配重的時候 如果你租到摩托車是比較舊型的話 有一度我們晚上要去北竿最高峰看葉子 結果摩托車雙載也沒有辦法上山 那我雖然是新年女生 我是女男嘛 所以就先把女生接上去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在後面走 等別人來接我 可是晚上那個路是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記得配重的事情一定要注意 因為他的地勢 真的算是高低落差比較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印日記 明天的話我們會直接前往南竿 金子們不要忘記喔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是金童 我們再見 哈哈哈哈 現在任務非常非常多 我們除了要幫老闆娘買安全帽以外 我們還要幫老闆娘加油 搖治癲